大家都不陌生 人们对于他的了解 除了书本上就是电视 2015年荧幕上出现了一部由文章主演的少帅 这部剧讲述了张雪良的一生 播出之后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收视率 不过在这部剧开拍前 为了尊重历史 尊重张雪良 剧组专门去找了张雪良为在世的儿子张吕林 当剧组刚提到是文章出演少帅时 张吕林马上表示反对 理由是他弃之不行 其实当初剧组找到文章出演少帅 除了是因为他的演技不错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他参演的电视剧《雪豹》 观众反响不错 就说一开始 文章美感接张雪良这个角色 他觉得军人的气质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演出来的 总之不管怎么说 这部剧播出之后 无论是演员的演技 还是事实的还原 从最后的收视率上 都能看出来真的很不错 尤其是后来张雪良送老奖回南京 下飞机后的眼神 文章演绎得很好 他把内心情感表达得很丰富 其实关于张雪良的影视剧 除了这部剧外 还有一部电影《西安事变》 当时这部剧播出的时候 张雪良85岁 很多人都说 当时张雪良 因内心激动 没看完就离去 在张雪良诞辰110周年时 他的侄女张吕恒说 当时大伯父看完 没有激动也没有评价 就说了一句 那个张雪良 好像和我不太像 张吕恒说 大伯父有青光眼 看不完整部 我们想必须找到